哈喽大家好我是JD 那今天呢我应粉丝的要求 来给大家出一期稳定器教学的视频 然后我今天请带我的好朋友来作为出镜模特 来依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依然好久不见 对那依然呢之前也有出现在我的视频里面 就是我之前有拍过两期漫展的Vlog 大家如果想要看他的视频的话 欢迎点击我的视频主页去查看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准备来开始拍摄了 不过呢我现在要先换一个镜头 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武林的镜头 那我们为了能够把这个大井全部拍进去 所以呢我们要换一个二龄的大广角 那我这个器材拉卡箱呢也是跟我增长了非常久 然后它里面也非常能装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我现在呢也有自己在出售这一个器材拉卡箱 然后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 OK那第一个要教给大家的运镜技巧 就是前推拍摄 实际上是手持稳定器往前行走 在行走的过程中一定要记得适当降低身体重心 这样才能在运镜行走的时候更加稳健 这一点无论是何种运镜技巧都是必要的 同时你的脚部需要脚后跟先着地 然后往前走的时候前脚掌再发力 这样会增加运镜时候的稳定性 其他往前走的运镜方式都可以参考此步法来进行拍摄 那前推的运镜方式一般是为了不断往前压缩画面空间 以此来突出主体 第二个运镜技巧是后拉拍摄 后拉同样是需要保持稳定器不动放置在身体的正中间位置 但是行走的方向和前推是相反的 脚部也需要变成前脚掌先着地 后脚跟再发力 其他往后推的运镜方式都可以参考此步法来进行拍摄 接着第三个运镜技巧是横移拍摄 将稳定器放置在身体左侧或者右侧 保持稳定器不动 行走的时候后脚跟先着地 前脚掌再发力 横移运镜我更多的时候会用来跟随人物进行拍摄 并且可以利用环境当中所存在的一些物体 例如柱子、树、甚至是人等等来做遮罩转场 以此增加视频中的亮点 第四个运镜技巧是环绕拍摄 既可以顺时针环绕也可以逆时针环绕 环绕的时候稳定器放置于身体的一侧 拍摄人员在往前行进的同时要一直注视着相机屏幕 不断调整自己的步伐方向与节奏 同时根据实际画面的情况 及时调整稳定器的角度 以此实现居中构图的画面效果 第五个运镜技巧是旋转拍摄 旋转拍摄有一个前提是你的稳定器有旋转的功能 通过稳定器自带的旋转功能 拨动稳定器上的摇杆 实现旋转拍摄的效果 好一点的稳定器还有360度的旋转拍摄效果 对于拍摄长走廊或者其他众生感较强的画面而言 能够营造出空间感非常好的画面效果 同时旋转拍摄的时候可以结合前后推拉 增强画面的动感 要是还能再结合镜头旋转的时机 控制下画面中被拍摄人员的动作节奏 那就更完美了 第六个运镜技巧是上下俯仰拍摄 你可以通过直接操作稳定器的摇杆 实现上下俯仰拍摄 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臂带动稳定器 来实现上下俯仰的效果 同样上下俯仰也可以结合前后推拉的镜头运动来进行拍摄 第七个运镜技巧是低角度跟随拍摄 拍人物不一定就非得拍到脸才可以 有时候拍拍人物的脚步不仅可以丰富自己的素材画面 还能够给观众提供其他角度的视觉新鲜感 并且低角度跟随拍摄还能与其他的运镜技巧进行组合 以此丰富画面效果 第八个运镜技巧是上下升降拍摄 进行上下升降拍摄的时候 为了获得更低角度的画面 可以将稳定器置于低角度模式 不同于上下俯仰 升降的时候相机是做一个垂直上下的运动 第九个运镜技巧是左右横摇拍摄 从左到右或者从右到左都可以 甚至还能以自己为原心 做360度的横摇拍摄 将自己身处的环境做一个全方位的展示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剩最后一个稳定器的技巧拍摄 就是摇臂拍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另外的一个配件 就是这个稳定器的延长杆 那将这个稳定器的延长杆给连接之后呢 再连接到我们的稳定器上面来作为一个摇臂的设置 那如果你不是用这种稳定器的延长杆 而是直接用你的独角架的脚竿 也是完全可以的 它其他的作用都是成为一个延长杆的作用 好那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延长杆给连接到我们这个稳定器电池底下的这个支架连接的位置 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延长的设置啊 那这样子就可以当作一个摇臂来进行使用了 接上延长杆之后就可以利用稳定器拍摄更高角度的视角 只要杆够长的话 甚至还能模拟航拍的效果 但是缺点也显而易见 如果你的延长杆太长的话 就没办法直接看到相机的画面内容 必须要使用涂床才可以 那自己拍了些什么都不知道 就真的是瞎拍 不过如果有其他人员协助拍摄的话 在能看到画面的同时 还能够控制稳定器的转动方向 那这一套高角度的高清拍摄方案 对于有需要的人来说就非常值得考虑了 你也可以像我这样通过使用摇臂拍摄 来营造出不一样的画面效果 好的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 10个稳定器运镜小技巧了 那这些技巧都是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相互结合进行使用的 大家一定要懂得活需活用 归根结底 无论是哪一种镜头的运动方式 都应当体现拍摄者的思考 在做实际的镜头运动之前 要先明确画面的主体内容 考虑好画面的构图效果 以及自己想要表达的镜头语言 甚至可以在前期就结合后期剪辑的思路 使用相应的镜头运动 作为转场 衔接画面等等 总之一句话 先思考再运镜 不要一味的做一些花里胡哨的运镜 最后 如果大家对我的这款气台拉杆箱感兴趣的话 也欢迎点击视频下方的购买链接 进行查看 这款气台拉杆箱 对于像我这样经常外出拍摄 并且需要携带大量设备的人来说 真的是能够减轻我们非常大的负担 既结实又好用 又非常的安全 也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这边推荐给你们 好的 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三连加关注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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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